第461章 凤凰将士 小子 看来我今天真的是来对了 留着你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绝对会是我们龙族的一个隐患 在你的身上拥有着让我看不透的许多疑点 允许疑点的存在便是龙族最大的机会 黑龙的声音愈发变得沉重起来 而这也恰恰能够说明他此时特殊的心理状态 徐扬冷清地笑了一笑 你怎么想那是你的事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能力 那么就来抹杀我吧 否则的话 你终将为此而付出代价 接下来这一回合 徐扬明显是打算拼尽全力了 俨然是将他这散发着璀璨光芒的灵魂体 膨胀了整整一倍 而随着这灵魂体体积的扩大 凝炼程度也会随之弱化 整个灵魂体的强度和防护能力 也会变若几分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老大有一丝一毫的危险 这一仗我必须要去帮他 龙坤和灵妖对视一眼 两人同时冲天起 然而不等他们飞向半空中 其他三道 龙魂同时爆发出一股威压 生生是将这两人重新轰到了地面上去 也正是因为这一波的举动 龙坤被打得重伤在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不经意间渗透到了地脉之中 没人能想到 正是龙坤的这一口鲜血 彻底改变了战场的格局 就在黑龙的力量全面爆发的一瞬间 徐扬也终于将自己的最强力量凝聚完成 两人之间最后一波的生死博弈 即将降临 蒸蒸蒸 就在这时 晶云谷方向 产生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惊人变动 恐怖的阵战声不断爆发 连带着周围的北疆地脉 也跟着肆意颤动了起来 而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 暗逸魔龙脸上那争鸣的笑容也随之浮现 老六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这北境潜伏了这么久 难道这里面 还藏着什么其他的秘密 那有些神秘的龙魂突然开口 向暗逸魔龙发出询问 没错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召集你们过来第二件重大的事情 那就是这北境金云谷下方 封印的正是凤凰一族的领袖 你说什么 暗逸魔龙这话一出口 就算黑龙也忍不住大吃一惊 你这家伙 怎么才告诉我这件事 你知不知道 你险些害了我们大家 暗逸魔龙倒是一脸猛逼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家二哥所说的危险 究竟从何而来 二哥 你何必要这样紧张 就算是当年的凤凰一族领袖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何况 他都已经被地脉这里封印了这么久 就算真的跑了出来 又当如何 黑龙却是面色冰冷到了极点 你根本不清楚 当年那一战 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那凤凰真的出来了的话 我们几个都会有危险 小黑 多少年没见了 你的脾气 还是和当年一样 就在这时 一声轻腹级的波动 突然大响 晶云谷上空 那封印 完全破碎 一道周身释放着恐怖火焰的凤凰图腾 飞上了九重天 发出一声惊世的锐鸣 也同是在这一刻 玄门云书等人 面色难看到了极点 心中的那道枷锁 却也因为这一幕的出现得以示人 实际上 玄门这一脉最大的秘密 就是守护着凤凰一族的领袖 这也 正是他们千百年来 从未远离金云谷的重要原因 我的天 凤凰一族 真的是凤凰一族 龙坤彻底傻眼了 甚至连自己身上的伤势 都在不经意间恢复如初 他瞪大了双眼 看着自己已经毫无破裂痕迹的双手 以及体内重新变得充盈的气血 脸上露出了无比惊叹的表情 真的是凤凰 婆婆 想不到有一天我能够 见到你的族人 龙坤还不知道 这家伙 其实就是凤凰一族的领袖 而他口中的婆婆 更是有着难以想象的高贵血统 凤凰图腾 驾铃九重天上 一个俯冲来到了徐扬的身边 竟是将周身不灭真火 簇拥着徐扬那闪烁着彩色光芒的灵魂本体 少年 你可知我等待你的出现 已经等待了无数年 凤凰这番话 分明就是对徐扬说的 而此时就连徐扬本人 也根本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唯一清楚的是 这金云谷的凤凰图腾 乃是凤凰一族当年的领袖 真正的神级强者 只是 看此时凤凰释放出的气息强度 他刚刚突破封印 实力还远远没有恢复到巅峰 此时的他 顶多能和这黑龙打成平手 老凤凰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出来了 难道是这小子的 灵魂藏了什么 我们龙族不知道的秘密吗 凤凰图腾大笑了起来 秘密并不在他的身上 而是在下方那个小家伙的身上 凤凰领袖说着 突然将气息锁定在了 下方龙坤所在的位置 这一下 却是让龙坤一跃成为 整个北疆战场 万众瞩目的核心焦点 我 别逗了 凤凰大佬 我并没有再开玩笑 你身上拥有我族人的气息 不出所料的话 他应该是将一部分 凤凰一族独有的传承 传授给了你 虽然你体内没有凤凰之血 你曾经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他所传授给你的凤凰之力 却在今年累月的积累之下 让你体内一部分血脉 生出了毒属于我们凤凰的基因 刚刚正是你被重伤后 喷吐出的鲜血 为我无意间 打碎了地脉封印 让我的魂体 能够出现在战场 不信你看 凤凰说着 口中突然喷出一道 只有巴掌大的赤色火苗 这道火光沿着天空 迅速降临到了龙坤的身边 很快便将他整个人完全引燃 凤凰是要突然间抹杀了龙坤 可随后当众人发现 徐扬的意识 变得无比强大的时候 这才明白 凤凰图腾这样做 是为了彻底激活 徐扬体内的一少部分凤凰之力 将之完全转化为 最为纯粹的凤凰血脉 小子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凤凰一族 在整个大陆的代言人 龙坤一听这话 兴奋地险些晕过去 而他第一个做的 并非是炫耀自己这莫大的机缘 而是突然间对着虚空下跪 婆婆 你看到了吗 我终于实现了 当年对于你的愿望 见到了你的族人 并且获得了 凤凰一脉能量的传承 不管您身在何处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看到龙坤无比虔诚的样子 凤凰领袖知道自己做的没有错 这孩子 的确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存在 而他将来的 前途也终将不可限量 第462章 复仇之战 屁话少说 老凤凰 当年一战 你真缘大损 就算你凤凰不死之身 却也终身无法凝聚神缘 这一点 我好像没有说错吧 老凤凰哼笑一声 没错 那又如何 难道你想告诉我 你已经成神了 呵呵 我是没这个本事的 但你现在同样只是魂体姿态 我兄弟四人 占你和那人族小子 胜算 应该也是很大的 老凤凰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如果真是四战二 的确如你所言 并且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们 我们的胜算 微乎其微 不过 我几时说过 我要亲自参战了 凤凰战魂这话一出 天空中四道龙魂气息 结实一颤 大家似乎都有些 摸不着头脑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战 正 刹那间 凤凰领袖突然对着这苍天 发出惊世一鸣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 彻底惊待 只见那金云谷 之前 被凤凰魂力冲破开的 封印方向 迅速涌出 无穷无尽的祥瑞之光 七彩红侠 顺着金云谷方向 冲天起 吸引到周围所有人的瞩目 紧跟着 凤凰凌空展翼 同时对着下方 云书等人 发出同一道魂音 大家在凤凰魂体的带领下 迅速朝着金云谷方向奔行 哼 想逃 老凤凰 你这招生冬鸡吸完的 也太拙劣了吧 我四方龙魂皆在 要是被你们给逃了 叫我龙族颜面 和存 凤凰魂发出一声 冷笑 如果是你大哥清灵 或许他还有那么一点 骄傲的资本 你们 哼 不过就是一群 生了五爪的虫子罢了 我凤尊何曾看你们入眼 可笑 阻止他们 黑龙被老凤凰羞辱一波 瞬间爆木 第一时间下令自己这几个龙族兄弟 同时对着徐扬等人出手 龙坤 掩护他们 收到 老大 徐扬一声令下 龙坤第一时间切换站位 腾空而起 挡住暗翼魔龙龙魂进攻的方向 云书目 融剑林瑶 你们先走 云书本要犹豫 看了大家 既是一脸严肃的神情 终究没有更多顾虑 掺着慕容剑骑在自己的独角兽背上 迅速撤退 各元素 使 为这些学门姑娘们争取时间 得令 兵老大也在此时站了出来 带着其他四元素 第一时间凝聚凤球皇祖和奥义图腾之力 守住那条白色的龙魂 徐扬毫不犹豫地盯上那条最为神秘的龙魂 虽然这家伙仅仅只排第五 但所有人都看得出 这道龙魂的实力 比只黑龙竟也不若分毫 更重要的是 它究竟拥有怎样的属性 以及完整龙魂形态如何 现在都是个未知数 老凤凰的目标很明确了 自然便是那黑龙 四龙战四项守护力量 北疆最声势浩大的一波抗衡 终于上演 徐扬一方四股 目前最强战力 无疑是在为玄门一脉尽可能地争取时间 而刚刚凤凰给大家发出的魂音提示 只有一个内容 那便是要大家躲进 那七色冲天起的祥瑞长虹之中 一旦躲进那里 大家便都绝对安全了 一群自以为是的蝼蚁 我倒要看看 如今的你们 还剩下多少斤两 黑龙带头 一股强大无比的龙元气团 轰然爆发 强大的黑色龙气周围 裹着十分浓郁的黑色火焰 周围竟还夹杂着 道道闪电一样的光芒 直奔凤凰图腾冲下 白龙的属性也很特殊 但却并没有它是母体龙身 在进攻力上有丝毫示弱 甚至这母龙狂暴起来 比其他几道龙魂更加爆炼 一波气息轰下 属实是给凤囚黄图腾 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龙昆这边倒还好 虽然光凭他自己 还没有和一道龙魂对抗的资格 但或许是因为凤凰领袖在 这家伙体内 部分凤凰血脉觉醒后 战斗力也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 勉强有接下当前四龙魂中 战力最弱的暗翼魔龙一波进攻 原本暗翼魔龙巅峰战力 是要高过那白龙的 可眼下他刚刚被徐扬重创 元气大损 其他三道龙魂激进巅峰状态 差距还是显而易见 轰隆隆 下一刻 凤凰口吐一道七彩真火 吞向那道黑色龙魂本源 其他人也都各自打出自身最强奥义 三道龙吸同三方抵抗力量碰撞在一起 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惊天动地 般的力量轰鸣 整个虚空 竟也在这一刻陷入强烈的扭曲状态 无尽的黑色 从那数不清的斑驳的虚空裂缝中渗透出来 天空中所有的光芒吞噬了一切 广袤的北疆大地 陷入了长达一分钟的绝对死寂和黑暗 宛如世界的尽头降临一样 所有灵魂都在恐惧中肆意地挣扎嘶吼 真正的末日之景 笼罩在每一个北疆生灵的头顶上方 撤 当这一切末日之景缓缓恢复后 天空的光芒重新开始凝聚 凤凰图腾也趁着这一段时间 带着龙昆和五元素等人迅速撤离战场 只是 当喧嚣渐渐散去 徐阳大佬和那道被称为老五的特殊龙魂 死死缠绕在了一起 什么 老大 他 他好像遇到了麻烦 我要去救他 龙昆和灵瑶等人看到这一幕彻底傻眼 最开始出现的本能就是回返战场 然而此刻 他们已经被凤凰图腾带离出数千米远 离那战场 核心已经撤出了将近一半的位置 不用担心 你们老大不会有事的 他有他自己的羁绊要完成 只有你们都安全了 他才能全力对敌 就算无法同时面对四道龙魂 他也有足够脱身的手段 凤凰魂音席下 更是不给龙昆和灵瑶更多造次的机会 第一时间护着大家 直奔那光芒所在的方向 而此时 主战场上空 原本打算追击的三道龙魂 同时停止了动作 将注意力锁定在这老五和徐阳对峙的方向 是你 杀死了九妹和八弟 龙魂老五的声音 似乎都跟着颤抖了几分 显然 他已陷入暴墓的边缘 你似乎 应该把话讲得更清楚一点 第463章 冥界之说 要说龙族 我倒是图过几只 至于那几个家伙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清楚了 徐阳声音很平静 丝毫没有因为被四道龙魂同时盯上 而有慌乱之色 你身上 一共拥有四道龙之气息 两道拥有藏修种的本源 还有一道龙族气息 充斥着浓郁的水属性元素 这你如何解释 徐阳勾起一抹微笑 既然你这么有兴趣 那我不妨说 与你听听便是 第一道龙魂 乃是我在古荒王朝地宫中 邂逅的 乃是自发龙元传承 身份是古荒王朝当年的守护巨龙 应该同你们九龙天节没什么关系 第二道龙魂 乃是西出入海 进入蓬莱群岛的深海尽头 遇到的水属性巨龙 与拓拔一脉远宗暗影修罗有关 也是在数万年前 神秘消失的一脉宗族手中 邂逅了这水属性巨龙 最终获得其龙元传承 果然 九妹 你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龙老五痛心疾首 眼神中充满了杀戮的欲念 殊不知 那曾将传承度给徐扬和女帝的水属性巨龙 也就是当年九龙 天节被分最小的龙中九妹 正是这老五的相好 徐扬感受到了对方的情绪波动 却也没有因此 停止自己的回忆进程 后 两道龙魂 皆是入脏休种后遇到 其中一条古龙 早在十几万年前 就被王者之间的上一任主人征服 时间上 与九龙天节不符 并且也不是死于我手 至于那最后一条 徐扬没有形容什么 由于斩杀他的时间很近 徐扬直接将那日巨龙 为无双素体的一幕烙印释放了出来 八阿帝 当四龙魂获得这道烙印后 皆是同时发出一声震噬龙吼 不经意间 再次将这藏休种区域 推到了风口浪尖 殊不知 同在此时 整个三千道州 以及周边一些其他大陆区域的顶尖势力 已经陆续开始 派出成规模的团队 朝着北疆这边赶来 一场新的大陆风暴 似乎随时都有就此爆发的可能 然而此时徐扬根本没有心思理会其他 当务之急 便是应对好眼前这群龙之战 弄了半天 他们两个也是当年九龙天节的参与者 到头来 反倒都成为与我有身后羁绊的存在 不得不说 真的是造花弄人啊 徐扬也是忍不住感慨了一波 你 该死 龙老五的魂体 始终被一股特殊的力量覆盖笼罩 仅仅只看得轻塌 这双眼睛 此刻已是布满了惨淡的星红 徐扬冷哼一声 突然将手中修罗之剑横向甩出 一道强横的剑势锋芒 瞬间爆发 恐怖的剑气 比之前有有过之 这也当真是难为了徐扬大佬 接连进行几次最顶级的实战 仍能释放出如此惊人的战斗力 龙老五的实力同样强大 但他此刻大部分力量 借以被九彩乾坤中的气息所抵消 可以说 徐扬和九彩乾坤中中魂 眼下都已将战斗状态完全拉满 轰隆隆 又是一声精明暴响 传出 整个天地间声浪跌宕 纵横 人龙之间的巅峰对决 还在持续上演 不过刚刚这一击 倒是让徐扬大佬 气血翻腾了好半天 不愧是真正的巨龙魂 战力非同小可 不做任何犹豫 徐扬立刻将荒天无极神器 再次召唤出来 围在自己身体周围 不断地盘旋打转 释放出极强的守护之力 五哥 这人族小子的确有些本事 虽然你实力不弱于他 可他身上诸多传承都未顶尖 想彻底杀死他 恐怕还是要花费些力气的 不如 白龙开口询问一声 事实上 这白龙小七 心里面也是暗恋着龙老五的 或者说对老五有着很深的好感 不怪于 他和当年失踪的老九 情深义重 这七妹始终也没有表白 此刻他心中 还是有些惦记老五 毕竟他的情况和其他九龙相比 当真十分的特殊 至于这龙老五身上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 便不是徐扬等人能够猜测的了 不必 我难道忘了 我当年在大哥面前许下的众诺了吗 要是不能为失踪的几个兄弟复仇 不能为阿九复仇 我龙老五当万劫不复 小子 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 咔嚓 下一刻 天空中爆发出一道无与伦比的金氏长虹 璀璨的蓝黑色雷焰光芒当空 斩下 完全落在这龙老五的龙身之上 这雷光的降临 似乎 是将老五身上潜藏的某种特殊的力量封印 禁止完成了解锁 莫大的龙元之力迅速被释放出来 这一刻 徐扬才终于发现 这家伙最神奇的地方 是龙魂和龙之肉身之间 十分特殊的转换方式 什么 你的肉身 居然和龙魂是相互绑定的状态 徐扬属实被震惊了一波 要知道 他也算横行大陆数万年的顶尖人族天骄 还从没听说过 有谁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光凭灵魂体 能够操控远在万里之外的肉身 甚至是将之隔空转送到自己的魂体面前 毕竟对于众生而言 能够进行肉体和灵魂分离的都少之又少 但也都是以肉身为主导 灵魂自由移动 简单来说 便是魂体主动寻找肉身 脱离了肉身的灵魂 是没办法掌控肉身的举动的 而面前的龙毛五 却能做到这一点 纵然心中万般震惊 但徐扬还是第一时间闪出了一个 能够说服自己的初步判断 那就是 在龙毛五的体内 还潜藏着另一道无比强大的魂体 来带他操控他的龙之肉身 思来想去 这个可能性有 但相当的低 龙族都是何等的骄傲 试问哪能有一道龙魂为了苟且 甘心与其他龙族同辈共用一体 并且还是处于劣势被主导的地位 这样做 无疑是在践踏龙魂的尊严 二来 如果排除这个可能 那么其他种族的魂体本源 又无法同承在这强大力量的真龙之躯 完美契合 没有神级血脉孕育出的魂体的强度 根本扛不住真龙之身的暴虐属性 因此 徐扬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这样一种判断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相当诡异的一种能力 哈哈 怎么 很惊讶吗 我的灵魂在什么地方 肉体 自然就在什么地方 只要我想变成完整形态 随时都可以 因为 我来自明鉴 第464章 完整的龙老五 明鉴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对于整个大陆来说 都极度陌生的名字 但徐扬却是在之前 读取过一些关于冥界的传闻 按照修罗的说法 冥界乃是和真正的神域 平起平坐的上界区域 但具体什么样子 修罗也没去过 据他在神界的爱人天使说 冥界乃是万恶之源 赋予众生邪恶 欲望的世界 而这龙老五说自己来自明鉴 又有这样召唤自己肉身的神通 不得不让人震惊 哦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这万恶之源的载体 到底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徐扬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这道 轮廓挥出无比强大的斩空一剑 强横无比的剑气波涛 生生是将虚空切割出 两道支离破碎的裂痕 然而这一剑批出 衍生出的结果 却是让徐扬大吃一惊 强大无比的剑力 在轰上龙老五本体后 竟是被他身体外围 那道诡异的蓝黑色守护光芒 完全吞噬 没错 就是如同石沉大海一样 完全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老五的身体 如同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黑洞 和他那本就神神秘密的魂体一样 让人无法看清他真正的面目 小子 很遗憾地告诉你 得罪了五哥 你将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可能 因为五哥的名媛龙体 最为克制大陆之中 一切生命本源 除了神兽血脉 和真正的神级强者 其他凡俗众生 无人能在他的压力之下幸存 当然 这之前 为了避免受到大陆万道法则的制裁 五哥几乎很少出手 连他的气息都不会被完满地释放 但今天 你却给了他一个难得地发泄 自己情绪的机会 暗逸魔龙龙老六 这个徐扬的手下败将冷冷地道 很快 龙魂状态下的老五便完美成型 虽然他的气息 还是有大部分隐匿在虚空中 但此时他散发出的龙之气息 却是真正完整的祖龙拥有的强大波动 这样的力量 只要一出现 便是这个大陆无神时代最顶尖的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 一对一的话 就算是巅峰状态下的徐扬 亲历一战 最多也只是全身而退 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 更别说是此时的他了 冥界的力量最恐怖 也是最特殊的地方在于 对目标进行力量打击后 会产生其灵魂和肉体双重破坏力 灵魂层面会被施加十分强大的暴虐属性 和负面情绪 这才是真正摧毁一个人的致命武器 白龙也在一旁附和了起来 看得出 其他三道龙魂 对突然暴走的龙老五都相当地看好 为了进一步摧毁徐扬的抵抗欲望 黑龙也在最后一刻突然开口 老五的实战能力 在我们天节九龙之中 乃是仅次于大哥和老三的存在 我虽是老二 但也仅仅只是未分的体现 并不代表实力就排在第二位 你今天算是惹上最不该惹的对手了 三大龙魂虽然没有动手 但却都在天空中 不断释放无比强大的阵势龙吼 为着来自冥界的龙老五营造声势 这一次毫无疑问 徐扬对上了史无前例的强大对手 真正神级以下的最强战力 小娃娃 我会对你出手两次 第一次 让你经历一场真正的绝望 灵魂和身体陷入无尽的痛苦 来为八弟和九妹复仇 第二次进攻 降临时 便是你行神俱灭 告别整个大陆的时候 你 可以做一下心理准备了 徐扬不卑不亢 面色依旧平静如初 该来的总会来 我 徐扬 从不信鬼神 只相信我自己的力量 你的实力程度 我可弄清楚 虽无胜战把握 但我仍会竭尽全力 至于你 想怎么做 我并不关心 不得不说 徐扬这一番话说出口 似乎是让看热闹的三大龙魂眼中 那一抹不屑消失了大半 他们也都开始对这个人族 天骄肃然起敬 不知为何 看着这小子 我突然想起了 当年那一身白衣 一把剑 横扫整个大陆的精彩绝艳的家伙 可惜到头来 竟为了那妖女葬送了一切 甚至放弃了成神的机会 白龙突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纵然此时的徐扬是被 无尽的黑色笼罩包围 但这一黑一白两道轮廓 却似乎突然在白龙的脑海中 兴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碰撞 哼 那个人吗 我见过的人族中最精彩绝艳的家伙 不过这没什么好可惜的 他再强 也强不过天道法则 更加强不过神 只能说 他的天赋到了 财情到了 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个玩笑 老六暗意魔龙说着 心中同样对当年那道白衣身影 肃然起敬 说实话 在我看来 这小子的财情能力 都在当年那个人之上 可惜当年的老五尚且稚嫩 可如今 他却成了我们当中最可怕的一个 偏偏被这小子给碰上了 黑龙也忍不住发出这样一波感慨 三龙同时将目光明聚在徐阳的身上 同在这一刻 来自对面龙老五的蔑视之威终于爆发 第一波进攻 正是对方所谓的惩戒之力 而非抹杀之力 饶是如此 当这道龙溪锁定徐阳本体后 他还是感受到了无可抗拒的强横威压 哼 不愧是神以下志强的力量啊 现在的我 倘若能得到天使之心 完善修罗神一脉的力量 或许还能与之抗衡一波 现在 没机会的 徐阳固然精彩绝艳 领袖群伦 乃是当今这时代 无与伦比的天骄绝顶 可他再强 也终究逆不过现实 对方的能力和身份摆在这里 跨街作战 纵然他再有 财情 被压制也是必然 纵为世间最强者 强宝时期的他 同样并非无敌 不管是谁 都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倘若徐阳连这点认知都无法接受 他也不配奥利于绝点之上 不过 这并非是他抗拒和逃避的理由 反而成为了徐阳凌空亮剑的无上动力 轰隆隆 徐阳倒吸一口气 终于在这一刻 挥出目前所能发出的 最强一剑 第465章 法相阵千魂 修罗道 陨灭 一剑出 天地为之动荡 纵然这并非是徐阳如今的上限 却也是他此时能够发挥出的最强力量了 而随着这一剑挥出 徐阳所剩无几的体能 也瞬间被清空 若非有九彩乾坤中等 多道传承加持 此时的他 甚至连飞行能力都将消失 开山烈得的一剑迸发 光芒 再一次让整个北疆 陷入极度的恐慌和震战之中 这一剑 威力 已是不亚于三大龙魂当空 力吼爆发出的威势 呵呵 很不错了 已经 不过 轰隆 龙毛五凝聚半天的制裁之力 终于降临 喷吐出的龙溪 也和其他三道龙魂发出的气息 截然不同 那凝实的能量体中央 同样散发着 无可抗拒的强大吞噬力 如同一个正在行走的一栋黑洞 所过之处 这下方战场对应的一切草木生息 完全走向颓败和腐朽 溃成满地荒芜的尘埃 而当这股力量完全笼罩在 徐阳的身上时 强横无比的吞噬力 迅速侵入徐阳的体内 小子 坚持住 九彩乾坤中 爆发一声阵势中鸣 阴浪横跟向周围各个方向 属实是将自身的状态 调整到极限 徐阳虽然处于虚弱状态 但他灵魂境界的强大 也在此刻发挥出了激烈的反抗本能 什么 这小子的灵魂 居然如此强横 只是因为他的灵魂 拥有颜色吗 白龙无比震惊地看着下方 在他的认知中 徐阳在灵魂境界方面的造诣 游圣当年那个惊艳了 整个大陆的白衣天才 不 但灵魂境界和强度 却是后天修炼的成果 这小子的天赋 的确比当年那个白衣家伙还要强 今日不论如何 他都要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黑龙冷冷地说着 能凭一己之力 让树到龙魂如此忌惮 徐阳也算是开创了仙河了 与此同时 身上无边蓝黑色光运不断压缩 疯狂轻战和进攻徐阳的肉身和灵魂 两股力量在激烈地碰撞同时 徐阳本能地开始运转自己创造的太极图腾法则 法天向地 寻寻生命 这天地之间的所有道理 似乎都源于这道阴阳交互的熔炉 徐阳的内心突然陷入了平静 那是一种极度空灵的触境状态 脑海中也在此时忘却了身边的一切 仅仅只剩下天雨的 黑与白 紧接着 这无尽的负面情绪 被引入脚下的黑色 头顶上空的白色区域 则如同一道天窗 不断涌进无穷无尽的生殖气息 来同化对应的负面力量 不知不觉间 整个过程似乎在徐阳的心中 持续了好久好久 直到这硕大的太极图腾完全闭合 最终微缩成巴掌大小 融入自己的星海之中 然而就连徐阳也没想到 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一个细微变化 却是让他所面对的 这整整一场战局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充满暴虐气息的 冥界独有的万恶之源腐朽 力量 悄无声息地涌进徐阳的星海空间 别忘了 那里 可是沉睡着 徐阳在古荒王朝帝宫中 接引出的数万士兵永江 原本 徐阳并未打算 因为外界的种种 惊动这些本该陷入 沉睡的士兵永江们 可这一次 庞大的腐朽气息 以及同食用兵江们身上 十分符合的腐朽气息 完全吻合 无意间惊动了陷入沉睡中的 他们 其实大陆上早有说法 那些顽固的灵魂 都会通过特定的方式 转化出一种和神源相对的另外一种气息元素 并统一被纳入冥界 进行一种特殊的再生转换 衍生出所谓的轮回说 不过目前整个大陆 还没有谁能证明这一说法 而此刻 兵永们给出的反馈 似乎也在潜移默化的印证某些判断 主人 需要我们为您做些什么吗 沉睡的兵永们 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徐阳的心中 不断地发出声明 同在此时 徐阳也因这些人的灵魂反馈 自这特殊的空灵状态中 恢复了清醒 然而徐阳恢复清醒后 看到的第一眼场面 便是来自面前 这几道龙魂散发出的震惊与疑惑 怎么可能 这小子 他 他居然 完全免疫了来自老五的腐朽之源 徐阳自己也是才发现 原本那一切负面情绪的影响 完全消失 而来自 刚刚那一击实质化的力量 对肉身的冲击 则全都被荒天无极神器 和九彩乾坤中的 坚韧防御抵消 M的 你是如何抵挡得住我的腐朽之力的 灵魂居然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污染 这太令人 难以置信了 徐阳倾笑 世界很大 记住 就算你真的很强 也永远不要对任何人都保持十足的优越感 如果是那样的话 当你真的被击败的那一天到来时 你会变得很可怜 龙老五放肆地大笑起来 相比你的话 我更加难以相信的 是 这番话 是从一个将死之人口中说出来的 你给了我太多的惊喜 小子 一切都要结束了 好 龙老五突然爆发出一道剧烈的龙吼 但这并非 就是他的绝灭手段 仅仅只是一切的开端 毁灭即的威压 开始在他身上肆意疯狂地 震战起来 整个世界都在因他的存在 而变得暴虐到近乎失控 下一刻 这种情绪迅速笼罩整个北疆领域 太多的北疆族群众生们 因为这股气息失去了 理智 开始疯狂地 同族群内部人撕打起来 末日降临 世界都因此陷入了极端的疯狂之中 天空 竟也在此时 变成了令人暴虐和绝望的血红色 刹那间 一道燃着红色光芒的龙之魂力 释放而出 看起来 那就是一道真正的血色龙魂 只不过比四道真正的巨龙魂 要小很多 血色龙光 不断朝徐阳的位置 迅速靠近 衍生出的气息波动 却也让徐阳 开始本能地怀疑 自己是不是沉浸在了一场 末日崩塌的噩梦当中 然而身体上产生的强烈压迫感 时刻提醒着他 这并不是一场梦 而是真正的末日到来了 血龙是魂 真正能摧毁一切生命的力量 还是那样的势不可挡啊 第466章 生死成迷 黑龙竟都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 白龙和暗翼魔龙的状态 似乎也都因那红色的龙光 而受到了影响 毫无疑问 这一击 不光凝聚着龙毛五目前的最强力量 而且也是他明界血统最完美的印证 黄昏的尽头 黑夜的衣食 将由这道血红色的龙光来开启 这一次 乃是徐扬出关之后 真正意义上唯一的一次 感到束手无策 毫无办法的一次对决 他打空了自己全部的力气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神话 可惜 终究还是难以扛住这山岳般的压力 当然 如果此时 他果断卖掉荒天无极 或是九彩乾坤中任何一道传承 以永久失去他们 神器粉碎为代价 保住自己的性命 甚至是竭尽全力全身而退 逃进那晶云谷无尽光环之中 也是能够做到的 但徐扬唯一做的 是 强制镇压封闭了他们两个的气息 让他们在这危急关头 潜入自己的身体内部 以血脉传承之间的主从体系 强制两大神器陷入封眠 以阻止他们用现身 自己的方式 护主 我说过 我徐扬 有能力保护我身边的一切 就算你们 已经不是生命体的形态 只要还有灵魂 我便绝不会放弃你们 徐扬的声音 传递在 自己每一寸击鼓之中 却也正是这样一份感动 让九彩乾坤中 爆发出了一道 无与伦比的圣鸟魂光 恍惚间 这家伙似又回到了 当年的巅峰一般 所有的 潜能 都在这道灵魂叹息之中 爆发了出来 当然 这道光芒 并非是他走向 自我毁灭的征兆 而是他打破受创之后 七色光的禁锢 开启第八道光的复苏之光 刹那间 一道通体银白色的金氏光亮 席卷向徐扬全身 没错 白色 便是代表着 尘世间的极致力量 再深入一阶的无色 便是真正的神力 眼下九彩乾坤中 觉醒第八色白色中魂的复苏 意味着 他离当年的神级巅峰 只差一步之遥了 而这样的经验 整个世间的复苏 却是因被徐扬的 蛰伏和感动才爆发的 然而 这还并不是全部 随着中魂有所突破 徐扬强大的精神鼓舞 和灵魂的征服感 同样也感动了 荒天无极 以及修罗之剑 和王者之剑等神器 每一道徐扬身上的传承 都因他这生死之间 容纳一切的情怀 而得到了一次 蜕变式的提升 吹死挣扎吗 没用的 小子 今天就算是神来了 也救不了你 哦 那如果 是来自地狱的人降临 你 又当如何 突然 就在这一刻 徐扬的体内 传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不光是面前 四道龙魂震撼到了极点 连徐扬本人 也是一脸猛闭 哪来的声音 下一刻 徐扬的面前 凭空幻化出三道轮廓 在那阴红色的龙光 笼罩下 看不清他们的具体样子 只看得见 那是三道散发着 浓郁兵勇气息的身体 挡在了徐扬的面前 主人 这里交给我们 抵挡 你先撤 我们随后就到 这声音平静到了极点 像是不带有 丝毫情感的波动一样 徐扬还在迟疑 但却被觉醒了 第八阴魂的乾坤中隔空 传送出了数千米的距离 再次恢复清醒时 徐扬人 已是出现在了 晶云谷彩色光阵的面前 转过深遥望 视野镜头 整天天空 却都只是红色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X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我体内 沉睡的那些古荒兵勇 可他们的实力 我很清楚 根本不可能 有那样的威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扬立刻向体内的 几道魂念发出询问 自滔铁离体后 中魂和王者之间的剑魂 变成了同徐扬最为亲近的 两道传承魂念 此刻估计只有他们才最清楚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哈哈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你的星海之中 又藏着怎样的奇迹 因为你的星海空间 当初是被你开创出的 太极道法 则自行开辟出的独立空间 有法则之力支撑守护 并不是我们能够 擅自窥看的权限所在 中魂无奈地调侃一波 却也听得出 它是在为刚刚 逃出升天十分的清醒 这个答案 恐怕你也只能问你自己了 不过看样子 刚刚那发出声音的三道魂 实在有些诡异 徐扬无奈摇了摇头 在尝试过接应一道 魂念进入星海 却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后 徐扬也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放弃了这个做法和念头 一转身 钻进了这光芒万丈的 晶云谷结界 殊不知同在此刻 随着徐扬气息的暂时消失 北疆战场中央 那龙老五打出的吞噬 一切的毁灭之力 就这样凭空被化解了个干干净净 当然 指这骨力量的遮挡 同样也粉身碎骨 再无任何痕迹的存在 饶是如此 能不动声色地挡住 冥界巨龙至强一击 那也绝非是等闲的力量 暗翼魔龙 人哪 被老五杀了 白龙 气息消失了 什么都没留下 黑龙 不对劲 徐扬应该没有死 甚至是 已经逃了 至于龙老五 自己 先是一脸猛逼看了看 周围 随后 心中便涌起一种 怅然若失的情节 阿九 我为你和老八复仇了 可是不知为何 我心里面却是空落落的 这么多年 咱们九人中 唯独我拥有随时 离开大陆 回归上界的能力 但我却一直没有离开 而是留在这里 寻找你们的下落 如今我为你们报了仇 但自己 却仿佛失去了 继续留下的意义 阿九 你能告诉我 今后的我 该去往何处吗 龙老五亦是情深之人 重新变回人形后 老五突然深化一道流光 顿空而去 就此消失在了北江上空 随着他的离开 北江上空原本 强大无比的压力 似乎也一下子削减了大半 值得一提的是 黑龙哥仨 却是没有立刻离开 二哥 五哥他 暗翼魔龙一脸尴尬地 看了黑龙一眼 不用管他 别忘了 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甭管那徐阳是死是活 最重要的 还是要处理凤凰那个家伙 白龙亦是宁重点头 大哥说的没错 凤凰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一定不能让他活下去 第467章 谷底集结 我的天 老大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呀 刚刚那一幕 真的是太神奇了 龙坤整个人 已经完全吓傻 刚刚他甚至以为 徐阳大佬这一次 恐怕真的无法再创造奇迹了 毕竟他面对的 可是四条真正的巨路 乃是大陆如今 无神时代当中 力量最顶峰的存在 然而 现实却再一次 狠狠地打了龙坤的脸 只不过这一次 龙坤是心甘情愿地 被现实打脸 可以说 徐阳便是龙坤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那个婆婆之外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我唯一保有认知的是 那三道突然出现的 灵魂源自我的体内 乃是和这荒天 无疾一道获得的兵勇战士 当初机缘巧合之下 他们进入了我的星海空间 星海事件 乃是我自创太极法则之后 形成的独立内空间 刚好容纳了这些 无处可去的兵勇战士们 却不料 这一次 正因为这一场机缘 他们帮助我在关键时刻 力挽狂岸 徐阳的这波解诗听上去 也是相当的不可思议 但大家都很清楚 徐阳从来不会说谎 虽然这样的金鱼 就算是凤凰领袖 也从来闻所未闻 可既然发生了 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所幸 这场结局 都是大家希望看到的那样 此时徐阳等人 全部来到凤凰领袖 牵引的这金鱼谷下方 和想象中截然不同 这里是一道完全 存在的独立内空间 并非幻想事件 而是真实存在着 凤凰一脉传承法 则打造出的 无比强大的空间领域 外围 那些散发着光芒的 璀璨长虹 便是这凤凰领域 最完美的力量 体现 老祖宗 你将我们带到这里来 究竟有什么目的啊 难道那四道巨龙 在挣脱老大留下的束缚后 就不会追上来吗 凤凰领袖 此时已经幻化成了人族形态 看上去像一个中年人 除了脸色 微微显得苍白之外 这人和其他的顶尖修士 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见他背负双手 轮廓稍微显得 轻瘦 但是却给人一种 山岳一般沉重厚重的感觉 凤凰领袖 轻轻开口 他们势必是会追上来的 龙族绝不可能放过 不光如此 他们还会想尽一切办法 招惹来更多的麻烦 毕竟凤凤凰领袖传承 对于整个大陆来说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凤凰领袖这句话 没有丝毫夸大的意思 毕竟曾经的凤凰一族 可是大陆当中守护人族的 至强一脉 也被当成是数万年来 大陆正道的至高领袖 在当初九龙天节降临之前 凤凰一族的实力 何其鼎盛 若非他们这一脉 没有称霸之心 纯粹是想帮助人族 崛起 他们恐怕早就能取代龙族 成为这大陆上 最强大的一脉势力 可惜到最后 被龙族和麒麟一脉 包藏祸心的家伙 算计了一道 自此走向了没落 有关凤凰一脉 有着太多的传说 世人皆不知这其中因果 如今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扬属实是想从这凤凰领袖的身上 了解到当年有关九龙天节更多的秘密 徐扬似乎是有许多话要说 可正当他想要开口的前一刻 整个人的身体突然变得松软下来 险些一个亮腔栽倒在了地上 原来 这之前 徐扬几乎都是在透支自己的体能 同那些天地间最强大的龙族进行战斗 此时松懈下来 体内因为过分透支体能 变得虚弱不堪 毕竟就算徐扬实力再怎么强大 他也终究只是一个人 还没有真正跨入神的领域 自然也会有疲累的感觉 先不要多说话 运气调息 我这里虽然无法保你们一时平安 但一时半刻 亮那几道 虫子也很难攻地进来 有了凤凰大佬这番话 徐扬等人自然也就踏实了几分 便凝重点头 听着凤凰大佬的指引 开始运气调息 与此同时 凤凰领袖也亲自出手 帮助徐扬在最短的时间内 恢复到巅峰状态 只见他指尖轻轻一弹 一道血红色的凤凰真血 凝聚在掌心 被他注入到徐扬的眉心处 不过虚余之间的功夫 所有人便都看到 徐扬身上 生出了格外明显的光芒上的变化 而这样一种特殊的蜕变形态 就算是凤凰领袖 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天 您快看 老大的身体 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股能量相当的诡异 并非是纯粹的凤凰之血 能够散发出的力量 龙坤如今已经觉醒了 相当一部分凤凰一族的血脉之力 他能够清晰地判断出 徐扬体内此刻发生的变化 究竟和凤凰领袖 打出的这道本源 有多大的联系 而事实上 也正如他所说这样 徐扬所吸收的凤凰真血 也并非想象中那般纯粹 但问题自然不可能 出现在凤凰领袖的身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发生这样的特殊变化 应该是和徐扬 曾经得到过龙族传承之力 淬炼过肉身 有着极大的关系 毕竟我凤凰一脉 与龙族一脉的本源 有着一定的克制作用 众人皆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毕竟是凤凰一脉的领袖 整个大陆 真正最顶尖的强者 他说的话 大家如何敢开口反驳 龙坤倒是还好 就算是面对凤凰领袖 也不会显得有任何拘谨 倒是身边玄门五元素使 以及云书这些人 似乎都是在以一种崇拜者的身份 面对着凤凰领袖 毕竟玄门一脉存在得意义 就是守护着晶云谷下方的凤凰传承 如今能够有机会见到凤凰领袖真人 已经是云书等人无上的荣耀 前后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 徐扬便在凤凰领袖的帮助下 完全恢复了自己的巅峰状态 由于徐扬的底蕴远超同辈修士 无疑已经是这个大陆最顶级的存在 又有诸多传承护体 虽然此番作战十分艰苦 但他的身体没有留下任何的隐患 已经恢复到了最顶峰的状态 不过有一点十分遗憾 徐扬的体内 因为曾经有过龙族血脉的融入 已经无法完美继承凤凰领袖的全部力量 第468章 天结背后的阴谋 唉 真是可惜了 此子乃是我大陆人族众生 绝无仅有的天纵之才 他的资质就算比起几万年前 那个惊动整个大陆的白衣少年 还要惊艳 只可惜 这家伙注定于我凤凰一族的传承 没有缘分了 看得出来 凤凰领袖十分的遗憾 相比之下 徐扬对这个事实道 没有显得太沮丧 在他看来 一切都已是命中注定 上帝为自己关闭一扇门 必定也会打开一扇窗 曾经龙族一脉的传承 给了徐扬莫大的帮助和提升 虽然如今 徐扬和当年的九龙天节 所有参与者已是绝对的死敌关系 但这并不能抹杀徐扬 在龙族身上获得的增议与帮助 就算得不到如今的凤凰传承 也无可厚非 前辈的心意 完备领了 至于凤凰一脉至高传承 我想在座的各位 比我更加适合得到 徐扬这话明显一有所指 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兄弟龙坤在场 就算是云书这些凤凰一脉的守护者 他们也同样 有资格得到凤凰一脉的传承恩泽 凤凰领袖看向徐扬的目光中 充满了赞许与认同 看来 人足的未来由你来扛顶 我愉愿足矣 这话听上去 总给人一种托付者的感觉 龙坤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终于还是对着凤凰领袖 发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前辈 您实力通天 又有凤凰不死真身 只要能帮助您肉身与灵魂重新结合 这天地间 又有谁会是你的对手 谈和传承之说 我老大虽然也是天之骄子 天纵其才 可 如今的他 还有很多事要做 未来的他 也绝不会仅仅局限在大陆的范围内 他的目标应该是成神 守护大陆的责任 不应该落在他的身上 龙坤这番话说的 相当到位 同样也表达了徐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不过却见凤凰领袖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年的九龙天结 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这当中包含着 许多相当复杂的隐情 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九龙天结的命令 究竟是谁发出的 而他们的动机和目的 又是什么 仅仅只是因为担心人族 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吗 人族众生 何等亿万 虽然都说 人族修士的天赋无与伦比 但事实上 人族再强 终究也没有达到神的范畴 我们这个大陆 有神族引导掌控 根本不需要 担心众生能够挣脱这样的束缚 甚至有一天 会爬到神级强者的头上 这样的担忧 根本就是启人忧天 殊不知上界降临九龙天结 屠戮众生 根本就是 怀揣着其他见不得光的目的 凤凰领袖说出这番话 却是将面前的徐扬等人 彻底震惊了 龙昆和灵瑶难以置信地对视一眼 云书 以及他身后的五元素 史 包括与他比肩而立的慕容剑 全都是一脸震撼的表情 怎么可能 难道神族高高在上 也会觊予我们大陆众生身上的东西 龙昆难以置信地发出这样的疑问 却见凤凰领袖 只是露出了一抹冰冷的笑容 这当中的原因 说到底 据我这些年整理调查得到的一些旁支线索 组合到一起 勉强能够推断出一个结论 当初九龙天结 龙族和麒麟一脉 两大传承为主谋 但这背后民族也一定脱不了干系 而他们这样做 最初其实是背着神族的旨意来安排的 我凤凰一脉 也是神兽血脉 同样拥有神族常老会的席位 因此 如果这件事 是经过神族高层同意的 凤凰一脉 绝对不可能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反馈的前提下 遭到两大神族的联手袭击 整个大陆也因此陷入了九龙天结的劫难之中 因此 这件事等同于神权被一定程度上架空了 如果背后 没有明界势力的支持 那么据我推断 龙族和麒麟一脉 绝对没有这个胆量 敢忤逆神族的意思 私自对整个大陆降临天结 而如果明界真的是幕后的始作俑者 那么他们 在这场纷争之中 会得到怎样的好处 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结论 不过据我凤凰一族的其他血脉调查出的结论得知 几万年前 云梦泽的那场大陆纷争 很有可能是明界到大陆 内部的势力从中作梗 可惜那时的我 早已经失去了自由之身 被镇压在金云谷难以分身 终究没能够探知 那一场云梦则纷争的全貌 至于明界到底还有什么 不可告知的秘密 龙族和麒麟一脉 沆瀉一气 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 架空了神权 这些 就只能靠你们去探查了 今天将你们弄到这里来 一方面是帮助 你们稍作喘息 躲避那强大的龙魂绝杀一击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将金云谷内的 凤凰一脉 传承 尽数传授给你们这些后辈 若能继承凤凰一脉的力量 你们便有了对抗 外面那些龙魂的资本 龙昆却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老祖 有您在的话 我们自然不怕 可我听您这意思 恐怕现在的您状态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应该是没办法 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了 龙昆这番试探性的话 说出来 凤凰领袖立刻面色凝重了几分 不错 那黑龙说的 对 我的肉身本源遭遇重创 理论上 已经不再属于神级强者的范畴 虽然他们无法杀死我 可在战斗力方面 我已经大不如前 就算有我的参与 现在的我 恐怕连单一到龙魂 都没有办法压制 不过你们 若真的能继承凤凰一脉的传承道统 那么北疆那些来自大陆 其他领域的各大势力 倒是不会难为你们的 你们要做的 仅仅只是战胜外面 那四道强大的巨龙魂 云书 无比恭敬地 对着凤凰领袖 抱了抱拳 微微欠身 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 凤凰大人 学们一脉 对凤凰传承 倾慕已久 但我们的天赋和实力 无法和徐扬他们几人相比 恐怕 没有资格继承伟大的凤凰之力了 凤凰领袖 确实倾笑着摇了摇头 我凤凰一脉传承 之所以无数年间 充当大陆人族一脉众生的守护者 就是因为我们 深深意识到 大陆众生 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潜能 第469章 各自的困境 只要给你们足够的条件成长 你们的上限 一定会高于神兽血脉 甚至是神族和民间那些 高高在上的家伙们 终有一日 也不得不给予你们 应有的尊重 只要你们肯努力 肯用心 有足够的决心 获得这份传承之力 那么你们 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听了凤凰领袖这样一番话 悬门中人皆是鼓起了 极大的勇气和信心 原本当着凤凰领袖的面 那份深深的自卑感 也很快消失 好了 现在你们所有人跟我进来 凤凰领袖说着 率先转过身 朝着这地宫深处 快步前进 很快众人 便被凤凰领袖 带到了一扇 无比高大的银色石门面前 和当年古荒王朝地灵深处的 那扇卷刻着龙温的石门 不同的是 这道光洁如玉的银色门户上面 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开关 或者标记 所有人都看到 凤凰领袖掌心中 再次浮现出一滴凤凰真血 被他掌心轻轻一推 送进这道门户之中 很快那滴血液 便像是一滴墨水 被滴落进一尺清泉 迅速向周围扩散开来 只片刻间的功夫 原本银白色的石壁 瞬间被这强大而纯粹的凤凰真血 浸染成了红色 紧接着 随着面前 这道血色石门 被完全浸染 面前每一道轮廓 都被这石门上的一股特殊的凤凰 本源气息锁定 只有被这股气息完成锁定的人 才又进入这道石门后面 传承空间的资格 正当众人一脸吗 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 每个人身体外面 这道光芒将他们各自传送到了 这内空间不同的领域当中 显然 这是以凤凰一脉传承之力 凝聚成的特殊的空间法则 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 法则之力会做出 与之相对应的能量反馈 按照凤凰领袖的心意 将他们分别传递到 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转眼之间 每个人都被分进了 不同的空间区域 慕容剑和云书两人 被分配到了一座雪山环境当中 俩人最开始相互迷茫 根本不知道 凤凰领袖这样做 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图 然而很快 凤凰领袖的一道魂念 便出现在了 这座雪山的疾风之巅 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要做的 就是相互扶持 帮助彼此登临这座顶峰 期间 不管遇到怎样的磨难 只要你们两个当中 有一个人放弃或者失败 另一个人会立刻失去生命 规则我只讲一遍 并且这期间 没有任何外力 能够帮助你们 一旦失败 下面的万丈深渊 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当你们选择进入 金云谷的那一刻起 这样的命运 就已经注定 你们没有逃避 或放弃的资格 开始挑战吧 凤凰领袖话音一落 魂体便一转眼 消失在了 这道梦境之中 留给慕容剑和云书的 只有面前 这看上去高不可攀的山头 与此同时 龙昆则被分配到了 一处十分熟悉的幻境空间 这地方 龙昆并不陌生 乃是之前 从同徐扬团队等人 一起闯荡过的 圣魂书院二层楼 龙昆在进入这一空间后 第一想法 便是寻找那个 将自己一手带大的婆婆 也就是那个 拥有凤凰一处血脉的 神秘强者 可惜他 努力了半天 终究是没有看到 那人的影子婆婆 你到底在哪 我以为我 马上就可以见到你了 原来这一切 仅仅只是一场梦 不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场梦 那么你一辈子 也永远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你只当他是一个目标 那么终有一天 你可以梦想成真 小子 还记不记得你的婆婆 当初对你说过些什么 那些最重要的话 恍惚间 龙昆面前再次出现了 凤凰领袖的魂体轮廓 龙昆必须要承认 凤凰领袖 曾经就是他的梦想 但如今真的见到了本人 龙昆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最想念的 还是那曾经 与自己朝夕相处 赋予了自己一切的婆婆 老祖 你或许说得不错 再一次见到婆婆 就是我最大的目标 我一定会实现的 这不是一场梦 因为如今的我 已经有能力做到 我想实现的一切目标 龙昆这番话 说得斩钉截铁 或许这一次 他真的成长了 他也意识到 只要有梦想 凭借自己的双手 终究都会实现 曾经的凤凰领袖 是多么的遥不可及 可如今一切都已变成现实 很好 现在跟我来 我赋予你真正凤凰一族成员的称号 而与这份无上的 荣耀相匹配的 自然也是无上的力量 凤凰领袖魂体 始终在前方坐着指引 而龙昆也紧跟着他的脚步 不停地迈步向前 恍惚间 视野镜头 似乎充满了璀璨的光明 而那散发着 无比强大的凤凰之力的光明镜头 则是无尽的火海 要是在之前 龙昆一定不敢相信自己 终有一天会挑战这样恐怖 如同九幽恋狱一样的地方 但这一次 心中对婆婆的思念 让龙昆充满了力量 他再也无法挣脱 心中的全部过往 他明白 自己这一辈子 如果再无法见到婆婆 那么拥有再强的力量 都变得没有意义 思考清楚 然后给我一个答案 你愿不愿意 在这个火焰海洋之中 浴火重生一次 涅槃失败 你将灰飞烟灭 再也不可能见到你心中 心心念念的婆婆了 当然如果你成功了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你将是这天地间 万众敬仰的九天之凤 龙昆几乎不加思索的 便给出了凤凰领袖这一答案 我愿意尝试 就算是粉身碎骨 我也绝不会回头 婆婆等着我 不等那凤凰领袖 给出任何守护力量的加持 龙昆已是纵身一跃 不顾一切地冲进了 下方无尽 火海 看到龙昆不顾一切 做出的这一切 凤凰领袖欣慰地点了点头 阿妩 或许当初你的做法 真的是正确的 视角再次发生了变化 灵瑶的面前 则远没有 想象中遇到的困境那么复杂 她的面前 仅仅只是一块巨石 和三把看上去 十分的古朴老旧的常见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何如此冷清 第470章 传承不朽 就在她感到迷茫的时候 面前这块巨石当中 忽然焕发出了一道魂体光影 那是一个虚发洁白的老者的轮廓 声音显得格外苍朗 说是奄奄一息的状态 也不为过 可当灵瑶真的尝试 向前一步的时候 她才终于感受到 这老者仅仅是 如此虚弱的一道魂 体身上散发出的 剑之微道气息 却是如此强烈 那股气息 乃是灵瑶生平仅剑 竟是比徐阳的剑道 还要强大几分 我的天 世上居然真的有人能够 将剑气修炼到如此的地步 这个老者到底是谁 灵瑶心中不惊 扪心自问 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位老者 便是数万年前 叱咤风云 横行天下的盘古剑 圣灵云星 小娃娃 我终于等到你了 拥有天剑之姿的 完美剑童 灵瑶本能地促起了眉头 她虽然自问 但她真的没有任何怀疑 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谓剑童的这个名字 也没有任何一个剑道境界 与之有关 这显然应该是一个圈套 原本灵瑶对这老者 还是充满了尊敬和敬仰 可当老者口中说出 这样一个词汇的时候 灵瑶已经完全变了一副脸色 好家伙 休要在我面前耍什么阴谋诡计 你已经丧失了 我对你的一切尊崇 如果你还敢造次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你出手 老者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 灵瑶这番话意味着什么 她也不清楚 面前这个女孩 曾经到底经历过怎样的过往 对于灵瑶来说 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可以要她性命的人 只有一个 那便是徐扬 那个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家伙 除了徐扬之外 灵瑶不需要尊重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很好 看来你的剑心 已经相当地坚韧 你并没有因为眼前虚妄的一切 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心智 这一点真的难得 要知道 一名剑修 尤其是修炼到化境的剑修 心境可是相当地艰难的 显然 你并没有违背这个规律 而我在你的身上 也看到了大陆剑道的未来 同在这一刻 灵瑶的身边 凤凰领袖的魂体轮廓 再一次出现 这个背负双手 总是给人一种 大气磅礴姿态的男人 但笑着看向灵瑶 凤凰前辈 这是何意 没什么别的意思 仅仅只是 对你心智的一番考验罢了 如果你轻易地 顺从了这个老人 那么你很有可能 在某一个瞬间 被他破碎灵魂本源 但是现在 你已经识破了 这幻境当中的阴谋 那么你需要做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打败这个老者 然后活着 从这个幻境空间当中走出去 那时的你 将脱胎换骨 成为这世间 最强大的剑壳之一 对于凤凰领袖 说出来的这番话 灵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怀疑 因为她很清楚 面前这个老者 在剑道方面的修行 有多么强悍 只不过 他既然被封印在 这块巨石当中 想来 应该是凤凰一族的不是强敌 用如此强大的圣级剑魂 作为自己的历练对手 看得出来 这一战相当的凶险 但也同样对于灵瑶而言 意味着莫大的成长契机 倘若她真的能够 在与这老者 在交锋过程当中 顿悟更为强大的剑道 那么她 无疑将真正意义上 登陵大陆剑修的顶端 成为超越风秀一样的存在 而这 无疑也是灵瑶本身的追求 没问题 我会尽全力 灵魂之光再次闪动 当凤凰领袖的魂体轮廓 出现在五元素所在的虚空当中时 五大元素 使毕恭毕敬地 对着凤凰图腾 躬身失礼 见过凤凰大人 凤凰倾笑着挥了挥手 自虚空中 将这五人欠身的姿态 重新扶正 你们无需对我这般客气 从现在开始 我将不再是你们的前辈 也更不再是你们的 供奉者与守护者 而是你们的生死大敌 你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 将团队配合磨合到极致 同时开发出 各自所属元素力的极限 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会在与你们交手的过程中 让你们明白 并且让你们留下最深刻的教训 记住我的话 从现在开始 你们最好全力以赴 否则我不保证 会在某一个瞬间 将你们彻底抹杀 记住 我不再是你们的供奉者 而是你们最大的对手 五元素 使相互之间对视一眼 起初 皆是一脸迷茫的样子 可随后 他们便从一股 强烈的森冷寒意当中 被迫苏醒了过来 那是来自面前 凤凰图腾 真正意义上的杀戮气息 没有丝毫的留守与持质 这样强大的 等级差距 第一时间 便让面前这些人 恢复了清醒 大家小心 凤凰前辈是来真的了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兵老大第一时间开口 提点身边的四位队友 五人同时在这一刻 爆发出各自最为强大的 元素力波动 开始凝聚组合阵法 属于他们的这一波 终极考验 也终于上演 最终 凤凰领袖的完整图腾 出现在了 徐扬所在的这一幻解空间当中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留给徐扬的挑战 最为艰难 而需要徐扬传承的力量 自然也最为强大 要知道 任何一脉神兽级血脉传承 都有独属于 各自无与伦比的神奇领域 可以说 领域就是神兽血脉个体 本身走向成熟 达到神级的最重要的标签 领域力代表着 一脉神兽传承的 无上威严与志强力量 当然也是最难 被继承的一股力量 凤凰前辈 您终于来了 凤凰领袖深深地看了徐扬一眼 眼中始终凝聚着 不加磁色的欣赏和赞美的目光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欣赏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将自己体内 全部的凤凰本源转交给你 可惜这一次 你再没有继承凤凰血脉的可能 而这个机会 也落在了你的手足兄弟龙坤的身上 相比之下 他与我凤凰一族之间的渊源和羁绊 要比于你身后的多